这儿 待会儿兰带亚洲区的负责人出来 你不许乱说话 万一出什么纰漏 你就吃不了兜着走 知道了 车在哪儿 在外面 清凌 是清凌 清凌 你终于肯回来了 你是谁啊 你认错人了 你终于肯回来见我了 放手 清凌 清凌 是我了 先生 你认错人了 先生 你放手啊 你终于肯回来见我了 清凌 是我了 放尊重点 先生 你再这样我报警了 帮我拦住他 清凌 是我 我是天狼 神经病 清凌 你怎么这是 你是正太集团的负责人吧 你好 我是正太的负责人 你是 肥阳呢 没错 你好 我是肥阳呢 蓝带集团 亚洲地区的负责人 有什么问题吗 没事 我先带你们去酒店 请 不用了 我们直接到商场吧 我先告诉你 你这上隔天 是我们的 比如说我 你问你 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我担心的 我们也不许多了 那人有什么东西 我想 如果我的行为让你觉得不舒服 我想你道歉 你跟我一直等待的那个人太像了 简直一模一样 我一直在等待着逃回来 停 我根本不想听你的爱故事 我是来工作的 我希望你可以投入工作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我会把他的工作态度 列入你们的评分 不好意思 非要娜小姐 这是个误会 我带大家您道歉 段组长 我会自助的 那就请您继续参观吧 请跟我来 那边是国产香水专柜 他就是清零 他为什么不承认呢 每次你约我见面 我都要揣测你有什么目的 你太坏了 所以才把全世界想得跟你一样坏 逼死逼死吧 我看见清零了 什么 清零 听到清零的名字 你反应还是那么大 在哪儿看到的 他在哪儿 就在这儿 这儿 你不用看了 我说的是酒店 他就住在我们酒店 你的意思是说 慕清零住在咱们酒店 他在哪个房间 你想去找他 不行 他是我们的客人 我们得保护客人 你以为前台就不会告诉我吗 告诉你了你也没办法 你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蓝带亚洲区的负责人 菲昂娜 他跟清零长得一模一样 你的意思是 菲昂娜就是慕清零 不止我 我知道断天狼也是这么想的 开玩笑吧 蓝带亚洲区的负责人啊 慕清零这个德行 一辈子都爬不到这种位置 一定是你们搞错了 这世上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 你不相信我 也得相信断天狼吧 他可是为了这个人 失魂落魄一整天了 我从小跟慕清零一块长大 菲昂娜到底是不是慕清零 唯一眼就能认出来 他现在在哪儿 带我去 对 我现在已经在正台酒店住下了 好 你们都见过面了 你再仔细看一下合同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签了吧 放心吧 我会按照您的意思把事情办好 好 好像有客人来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 明天我会再跟你联系 好的 你找谁 请问你是肥安娜小姐吗 有什么事吗 我叫居珊珊 是正太集团副董事长 对不起 我根本就不想知道你是谁 请说你来找我的目的 我是蓝带香水的忠实粉丝 我一直都在用 听说你住到这儿 就想过来看看 跟你交个朋友 对不起 我是来工作 不是来交朋友的 这位小姐现在已经十点半了 你已经打扰我休息了 如果再有下一次 我一定会投诉您酒店的 被吓傻了 她不是亲吻 我是说她已经不是以前的亲吻了 刚看到她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觉啊 我就是觉得她变了很多 她的气势完全不一样 气势是装不出来的 这个菲尔娜浑身是刺 是个斗士 沐清凌这次突然出现 又不承认身份 她到底有什么目的 你说沐清凌回来有什么目的 那我们等着看吧 现在的沐清凌变得这么盛气灵人 回来到底想报复谁呢 看来即使我不从中作梗 丁海想要把合同签下来 也不是无意 她明明就是清凌 不会错 我认得她的表情 也不是无意 我认为你 我认为您 我认为你 我们俩安排 其实我认为你 您也不不乱 我们俩安排 您的制作 这下词 您的制作 你 我认为你 和你 我的 我认为你 爱你 让你 我不想 我要投诉 你们正太简直莫名其妙 对不起 很抱歉打扰到您休息 我是因为 有很重要的东西想给您看 所以才冒昧打扰的 这是什么品种啊 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 这叫梦林百合 是我的一位朋友 培植出来的 不会因为种种原因 我的这位朋友 和梦林百合都不见了 我一直在尝试 把它给培植出来 可始终都没有成功 不过我相信 等我成功的那一天 我的这位朋友 也会回来的 所以说 这个品种还没有培植成功 总是差一点点 就不知道差在什么地方 您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对不起 要是我他这位朋友 能够回来的话 停 我说过了 我对你的爱情故事没有兴趣 不过 要是这个花的品种培植好了 记得通知我一声 我对他很有兴趣 好 我总不能白通知吧 我的工作范围中 没有这一项 我需要奖励 虽然你装得很像 可是你骗不了我 你就是秦琳 我一定会让你亲口承认的 天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认识的那个天真的沐清凌已经不在了 我是肥奥娜 看见我很吃惊了 我很期待你以后的表现 肥奥娜小姐 你找我 对 不好意思 我刚刚出去办了点事 通过这几天的考察 我对你们正态很满意 以我个人来说 也很想促成这次合作 所以我会把资料递到美国总部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就等着他们的评估和决定 真的 听到这个消息真的太好了 肥奥娜小姐 我向你保证 你一定不会后悔今天的决定的 那太好了 对了 我也赶紧整理资料 递到美国总部 有什么事情我再跟你讨论 好的 我等你消息 你ì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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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